小房人员 急灌水柱降温 因为这里才刚被二军轰炸 或是还没完全扑灭 整栋建筑打面积毁损 清晨房子就这样 无预警被毁了 不止玻璃碎满地 家具也东倒西歪 无奈只能忙着收拾 睡梦中惊醒逃出 只能眼睁睁看着住家被摧毁 俄军为了拿下基辅 祭出新攻略 一连五天在清晨 趁着大家睡觉时 攻击大楼社区 已经亮成八人死亡 现在我们在一栋枕 撞了枕 我们看到大小的困难 很可怕 基辅市长自拍记录轰炸后的惨况 重要的是提醒市民要做好准备 还会有更多这类的攻击 居民每天都活在爆炸恐惧中 从卫星照片中看到 俄军正在基辅西北部 奥泽拉和安东诺夫的空军基地 建造护体 避免乌克兰夺回这两区 但乌克兰也不是省油的灯 而为了挑衅普京基辅的居民 更由郁金香排出 俄罗斯军队开直升机 越过乌克兰领空 瞄准目标发射攻击 连续好几发飞弹 在地面掀起白色烟雾 俄国国防部公布第一视角影片 他们声称偷袭了乌克兰军队 向来亲俄的车臣也派兵 他们协助部分马里乌波尔市民 撤往俄罗斯 只见士兵举枪不断朝天空扫射 只是他们枪口对着的 却是乌克兰人的房子 同时帮忙疏散 躲在地窖避难的市民 每个人提着大包小包 跟着指示移动赶紧逃难 只见车臣士兵从地窖里 抱着一名男童走出来 男童天真的表情 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只是面对俄罗斯连日来的攻击 乌克兰军队还是能做出反击 俄军狂轰猛炸 乌克兰民众几乎无处躲藏 只能四处避难 只希望战争早日停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拜登和习近平正在电话会谈 俄罗斯总统普钦 却出现在莫斯科的体育场 俄罗斯国家电视频道 俄罗斯24纯国转播 现场观众激扬鼓掌 没想到普钦话才说到一半 CNN原本还在口译 直播画面却突然变成 预录好的唱歌片段 让大家相当错愕 这是莫斯科市区 18号庆祝俄罗斯 并吞克里米亚八周年 互动中还表演了 俄罗斯的爱国歌曲 不少观众身上衣服 或是手中的旗帜 也标示带有停战含义的Z字 约有20万人共享盛举 至于美国总统拜登 17号才发表谈话表示 普钦是凶残的独裁者 纯粹的暴徒 对此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佩斯科负责表示 拜登的声明 实际上已经对普钦构成 人生侮辱 这些负责的负责 我已经说过昨天 他们完全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Mr. Putin himself scheduled to be on his own call right now with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here is the Russian President at a rally earlier in Moscow where he praised troops fighting in the quote special operation in Ukraine as he calls it 乌克兰战火连天 普钦却在庆祝 八年前并吞克里米亚 美联社则报道 许多人声称 克里姆林宫 为了展现爱国主义 强迫大批的学生 和受雇职员 参加这场活动 只是消息 尚未经过独立核实 TVBN新闻综合报道 抱着孩子痛哭失声 乌克兰南部重镇 马里乌波尔 不断遭到俄军 无情攻击 连妇产科医院都被炸毁 当时俄罗斯的理由是 指示CNN后来 透过卫星召集模型 还原当时医院 明明还有平民 CNN调查俄罗斯根本 蓄意攻击民用设施 同时无人机也拍下购物中心 以及住宅大楼严重毁损 沦为废墟的惨况 这些画面无疑重重打脸俄罗斯 更别提还有超过千人 避难的剧院被移为平地 目前马里乌波尔 已经两千多人 丧命超过三十五万人 依旧困在当地逃不出去 俄军靠着乌东分裂势力 加大入侵力道 连乌克兰总统顾问都悲观认为 乌克兰恐怕已经无力反击 重新夺回这座重要的战略城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阵阵黑烟不断窜出 几乎笼罩整个天际 俄军再度攻击乌克兰西部 主要城市利维夫 维修机场南陶贝轰炸的命运 早上,18天的马上 大约大约大约 发生了一个攻击军事业势力 俄罗斯坦诚袭击利维夫 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攻击这座城市 利维夫广场上摆满了109个空婴儿推车 纪念在战争中丧命的乌克兰儿童 空袭战持续扩大 乌克兰几乎没有一处是安全的 建筑物外围堆满沙包 这里是乌克兰中西部的城市文尼查 民众生活高度警戒 担心很快也成为俄军的目标 毕竟距离波兰很近的利维夫 都已经二度遭到轰炸 两国交火越演越烈 俄军动作越来越多 甚至一名乌克兰女记者遭到扣留 这名女记者前往南部战线 马利波的途中遭到俄罗斯拘捕 她所属的乌克兰公共电视台发出声明 从12号就开始找不到她 才发现她遭到俄军扣留 希望乌克兰官方和国际社会 伸出援手协助她尽快获释 TBS新闻综合报道